大家各位好 有些朋友可能猜到了 这个 今天是我的生日 昨天是我的生日 其实呢 昨天并不是我的生日 我当然不会把我的生日告诉任何人 因为这是个人隐私 所以昨天这个节目 其实是很早以前录的 OK 很早以前录的 我只是把它调到了 这个昨天的播出而已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有那样的 就是说 那种有感而发 其实这个人啊 一到这个思乡啊 思青啊 这个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 他实时上是一种 sabish的时候 就是他很孤独的时候 他感到了孤独 才会回忆过去的事情 那么这一次啊 我的那一次的生日 为什么我会感到那样的孤独呢 这是一点个人隐私嘛 可以透露一点点啊 因为这一次的生日 我是在日本过的 那么就是 我会跟我这个孩子 跟他孩子他妈在一起 对不对 说心里话啊 就是说 我在日本的这个孩子 他妈和这几个孩子 是我这个人生最最重要的 就是我看的最最重的 他们这些人真的是 被这个老爹啊 用钱堆起来的 我在日本啊 生活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 工作非常的努力 真的 我在那工作的那些年龄 真的 不管什么病啊 痛啊 没有什么星期天啊 星期六都没有啊 又甚至有时候是晚上 因为我的工作室啊 就在音乐厅旁边 两个音乐厅 都在我这个工作室旁边 有时候晚上 他们演出的时候 出了问题 一个电话 我就要跑到公司里来 跑到店里来 就是工作室了 就要去帮他们修情啊 帮他们什么 有时候 甚至是在听音乐会的时候 台上就喊 Daniel Chin桑 在不在啊 如果在的话 请出来 有人消退 请出了问题 也管个跑到这里来啊 音乐会听了一半 跑到这里帮人家绣号琴 再回到音乐厅 就听音乐 这样的经营都有 我记得最最清楚的是 有一次 我这个背上伸了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后来灌龙了 这个感染了 疼的我 简直就是 我一天到晚只能趴着 只能趴着 疼的我真是不行 就是那样的情况 我还自己开车 就是完全把身子撤过来 这么开车 开到医院去治疗 或开到这个公司来上班 我就是这么那么的坚强啊 都是为了这个家啊 对我这几几个孩子 也是真的是 看得很重很重 没想到就是 我生日那天啊 这个妈妈 她也没有做 她就是到那个店里 叫了一些饭菜啊 就就就就过来 当然 这是我很感谢她 对吗 妈妈做一个事情 在这里做对吧 这个小孩 到这一起围着 我就说 要不要跟爸爸唱一首 这个祖女生日快乐 对不对啊 大家都说 今天没有唱歌的 今天我没有准备歌 这事没办法 我让Colin掏出来 一大钞票 一二三四 我说谁唱一首歌 就给他一万日元 OK 马上大家一起开始唱 但是都只唱了两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完了 OK 一人一万块钱 拿走了 当时我没有什么太在意啊 但是之后我就有点失落啊 有点失落 觉得你看我 寒心如苦 养了这些孩子啊 养了这孩子他妈 这个孩子他妈 他一直是这个家庭主妇啊 知道最近几年 他才开始工作 就是我跟秦岳 那个事情以后 这个 14年 就是2014年 他把我的琴砸了以后 我不工作了 他就开始工作了 他就开始砸了份工作啊 那以前他全部是祖父 就是我养起了这些孩子 跟这个这个妈妈 结果他们就这样 对老爹啊 老爹过生日啊 就是为了一万块钱 唱两句啊 但是我心里在想呢 没关系嘛 对吧 那么就是隔一天以后 那么美国是 比日本是晚一天嘛 对不对 晚一天嘛 那么就是第二天 在美国的话 也算是我的生日嘛 我清早就给这个 本次老师打电话 因为那里我有一个 本次老师 还有两个小孩嘛 那两个小孩 是我养的嘛 对不对 是我这个林养的嘛 是我从经济上养他们嘛 我挣钱养他们嘛 对不对 结果也是说 要不要给老爹 唱一个生日快乐 本次老师是唱的 那两个小孩 完全就是敷衍 这个也是我的 确实是蛮伤心的 对吧 他们两个过生日的时候啊 他们两个的生日 刚好在我前面 我都给他们做了祝贺 我都给他们买了礼物 而且这个女孩子 是买了三样礼物 那还不少 加起来有上千美金呢 就这样的老爹过生日的时候 我多想过生日的时候啊 他们甚至连歌都不愿意唱 一个祝贺的语言都没有 这一次我过生日啊 我收到了一封祝福 就email 只有一封祝福啊 来自哪里 大家猜猜看 来自保加尼亚银行 OK 保加尼亚的银行 他记得我故事 跟我发了一个 Mr.Daniel Happy Birthday 我真是有泪啊 真是哭不出来 所以我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 寂寞啊 就这个昨天呢 我站 做了个节目之后 我站这个两天上 我这个是十一楼啊 我想就这么一下去 飞下去就人家没了嘛 对吧 就是说 什么都都不要去想了嘛 什么什么 那就把这都不要想了 就想到这个人生啊 真的是 这么能不去啊 对吧 你花了那么多全身啊 你这一辈子的这个感情啊 都花这个上面 你得不到任何一点回报啊 所以后来我也想了 你别说我这领养的孩子 那么亲身的都是这样 哦 应该反过来讲 那亲身的话是应该的 对吧 是欠了他们的 那么就是说 连这个领养的孩子 他们都根本就对老爹 没有一点这样的 就是说感激之情的话 那你不要指望自己的孩子了 对不对 那自己的孩子 你是欠了他了吗 所以我感到非常失落啊 今天上午呢 其实我抱着摄像机出去了 已经走到了这个 市中心啊 走兜了一圈 拍了一些镜头 但是想做一个节目 想做什么节目呢 想做这个 关于这个台湾的 又是关于这个 民进党啊 应该跟国民党合作啊 跟中国大陆对话啊 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啊 一定要连任啊 为什么 他不连任的话 那我内定美金就 就就就就危险了 因为川普总统不连任的话 那美金就可能就贬值 那一贬值啊 我那你查一查 在美国的 可能就不值钱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是九哥 现在这个 希望这个 川普连任呢 川普连任呢 其实就是 就是这点事情啊 就是美元不要点值 但是呢 下午呢 我看了几个视频以后啊 我都觉得这些内容啊 真的是没有意思了 啊 继续做这个时针 要做下去 没有什么前途 对吧 明显的没太多人看 但是没有太多人 有兴趣的 不是我的强项 啊 我的强项是什么 我的强项是生活 我的强项是人文 对吧 是人 所以下午我看了一个节目 连看了几个节目 是一个菲律宾的小姑娘 做的YouTube 她做的蛮不错的 啊 音乐讲的蛮好的 她就访问了这个 四五个菲律宾的工作的人员啊 就说你们的工资是多少 你们生活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是这个访问的是一个 呃停车场的 就是政府的工作 这是政府的工作 政府给了一份工 他就在那个停车场啊 收这个停车费啊 每天的收入是500佩斯 就是每天的收入是10美金 他是10美金一天啊 不是说美国什么13美金 15美金一小时 不是他 10美金一天啊 我们选的很少嘛 300美金一个月啊 还好他是单身啊 没有孩子 没有老婆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工作工程的 开这个 鸦路机的 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运输了 他已经做了七年了 59岁了 他只有420 佩斯 也就只有这个 8美金 一天啊 那么他有 养了孩子 四个孩子 还有妈妈 啊 我怎么也想不通 我说你 你8美金 你怎么可能去养了 而且老婆孩子呢 后来我才悟出来啊 其实这个家是靠孩子养 而不是靠父亲啊 为什么呢 你知道这些没钱的孩子们都是到外面要钱的 他们从小就到外面就挣钱 他们挣的钱可能比老爹还多啊 后来又这个 访问了一个老师 很年轻 21岁 啊 因为现在失业了 因为有这个疫情嘛 他才多少呢 他才80美金一个月 OK 80美金一个月 他还要拿出40美金给他的父母 自己只是 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 所有的费用 他是40美金一个月 那么现在他就 很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这个在网上教书 网上教学 但是他没有电脑 啊 我看留言部里有些人就在 说我愿意这个捐助一个电脑啊 这样好几个这样的人 那我就不就凑这个热闹啊 那么接下来一个更惨 一个17岁的小姑娘啊 真的长得蛮漂亮的 17岁小姑娘 他在一个Burkery 在一个这个就是说面包店里工作 啊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14个小时啊 对啊 14个小时 每天 他到多少钱一个月啊 70美金一个月 一天工作14个小时 而且没有休息日 就是一天 一个月工作30天 一天工作14个小时 他到70美金一个月 真的好可爱 好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啊 然后这个人就问他 他说你将来 这个五年以后的梦想是什么 他说我的梦想 就是五年以后我还活着 OK 接下来一个啊 21岁 在人家家里 做这个家政妇 啊 就是做保姆的 从半夜两点开始 每天从两点开始 到第二天的晚上九点 OK 要照顾这个家里的五个人 和他们的生意 啊 他21岁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了 啊 就是说17岁的时候 就是找了个男朋友 男朋友看到怀孕了就跑掉了 也找不到了 他就养这个孩子 他也是 只有70美金 七八十美金吧 一个月 而且没有休息 每天要从两点 半夜两点到第二天九点 啊 这个女的问他 那你五年以后的希望是什么 同样的回答 五年之后我还活着 这就是现状 这就是现实 OK 如果跟这些人比 你说九个是多么的幸福 啊 我们这些人是多么的幸福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去抱怨我们的生活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去看这个17楼下面 啊 我像飞下去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对于这些人来说 你简直生活在天堂里面 啊 所以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从今天开始 啊 从今天开始 我要拿出很多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我在全世界旅游的经历 我走遍了 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角落啊 除了非洲没有去以外 OK 我走遍了所有基本 基本所有的亚洲国家 啊 欧洲的国家 以及南美 北美的国家 所以我有很多很多旅游的经历 碰到很多很多的人和事情 由于这些视频的很 全部都是英文的 大家听不懂 没有讲解 所以我就考虑 现在呢就是我真的想出去旅游了 我真的想出去了 但是出不去 我天天在干旗票 没有用 因为第三个这个这个浪 这个风波又来了 啊 哇 现在 科威特南天 啊 这个冠状病毒 又到了第三个高峰 所以我现在出去的话 那等于就是找死 那怎么办呢 我关了这里 那就只能够享受我以前的旅游生活 我把我以前的旅游的一些视频啊 把它在编辑下 再加上我的讲解 加上我的故事 播放给大家看 有些呢 就是说 在我的讲解中间 参加一些视频 有些的话呢 就是说 我讲完以后 我把这个视频的连接 放到底下 这样呢 大家可以啊 去看这些连接 看这些视频 OK 那么今天开始 我就开始讲 我去菲律宾的旅行 OK 我第一次去菲律宾 也事实上是我周游世界的第一次 就是从2013年开始的 2013年 因为2013年的这个 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呢 历史背景就是这个 2013年的新年 过新年 那个这是过三十嘛 过三十 那么我给我的前太太的请愿 买了一个公寓 这个公寓其实不是住的 其实是给他 就是说开店的 就是一个像 像这个写字楼一样 但是他带厨房带厕所 带个小小的厨房厕所 他不是住的 所以比较小 那我想三十嘛 既然他妈妈也来了 两个小孩在那里 那么我太太在那里 那就我去想跟他们一起 到那里面去 跟他们过这个三十 结果请愿的妈妈 打电话给我 说不行 你今天晚上不要来 因为我今天晚上要招待客人 哎 我觉得很奇怪 你招待客人 你在我买的房子里面 招待客人 我做老爹的 我做主人的 我不能来吗 他招待这个房子太小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在给他的女儿 介绍男朋友了 OK 他已经嫌我太老了 已经嫌我没有钱了 他已经给他 在安排其他人 在我买的房子里面 在三十 这个中国的新年三十 他在给我的老婆 介绍男朋友 就这么恶劣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基本就崩溃了 在那就崩溃了 这个2013年 我基本上那一年 是得了一种叫做犹豫症 就是叫五字标 犹豫症 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什么事情干不了 也不能吃不能睡 就是人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昏昏昏昏沉沉的 而在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在Facebook上 叫了一个朋友 这个讲起来也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在这个拉斯维加斯 住了好像是37年 OK 他在拉斯维加斯住了37年以后呢 然后他是个菲律宾人 要退休了 他就回菲律宾去 他说我已经在拉斯维加斯住了 这个37年了 他说我把我的房子卖掉了 我现在就回到菲律宾去 我是很多年没有去菲律宾的 那我回到菲律宾以后呢 我就会去到全国走一趟 整个菲律宾去看我的朋友 看我的家人啊 看我的一些同事啊 看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 我其实呢 就是说开了一个玩笑啊 我说哎呀 那太幸福了 我说我真的希望跟你一起去 他说可以啊 没问题啊 你来就是了 就这么 就这么简单 我完完全全不认识的人 完全不认识 就是在Facebook站 几次聊天啊 我们年龄差不多 他可能比我想那么一两岁啊 然后呢 他说退休了 要回菲律宾去了 我说我很喜欢菲律宾 想去看看 就这样 就认识了 他说那好 那你到菲律宾来 我照顾你啊 我们一起去玩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讲 没有任何其他的细节 什么都没有 也没见过面 就这样 我就决定去菲律宾了 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大胆子呢 其实我会 现在回忆起来啊 就是当时就是活啊死啊 都无所谓了 就觉得就是说 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就是离开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 至于死啊活啊 对我说都不重要 OK那个时候 真的人要胖得不得了 非常非常肥胖啊 胖得不行 那是我人生 最胖的时候虚胖啊 那个人精神状况很不好 这样我就踏上了 去菲律宾的这个韩城啊 那么我这里会放一些 就是从我从东京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从东京去菲律宾的路上的 一些视频啊 这个视频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啊 韩国是美女如云啊 我想一个要死了的人嘛 那么最后就是 多看经验美女 也是好的对吧 那真的就是说 从这个啊 我到了这个这个到机场啊 从机场啊 这个是从东京走的嘛 对吧 从东京走的 我从东京上了这个 到了这个哪里大啊 成天机场啊 就是上了飞机 然后到这个韩国啊 转机啊 因为它是机场不同 我中间还要换一个机场 所以沿途进了很多很多的人 那真的就是韩国 真的是真的是美女如云 那个你看那个航空小姐 就像这个工作上的工作人员 那真的是韩国的好像最漂亮啊 干干净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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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地勤人员也是 到处看都是美女啊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 韩国的机场啊 看到了这个一个是从住 一个是从住小小组啊 四个女的在那个那下地勤 那真的很高贵啊 这个跟我将要去的那个地方 将要去的那个菲律宾 那是完全一个 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 OK我们 你怎么想象得到 我们同在这一个地球上 同在一个地球上 从日本这样复有的国家 到韩国这么一个漂亮的国家 美女如云的这个国家 然后只有几个小时 我就到了 玛丽拉到了这个菲律宾的首都 一下飞机 空气都不同 整个感觉就不同 啊 当时我就很紧张啊 因为第一次来 啊 而且到了时候已经是晚上 对不对 那么说如果这个人 Facebook认识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他可不可靠 对不对 他要是不来建议你怎么办 OK 不来建议你怎么办 我在那里死等 我就想着啊 他要不来的话 那我只能在这个机场 等到坐到天亮 因为哪里不能去 到天亮 再自己想办法 啊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第一次出去旅行嘛 对吧 所以还没有很多的旅行的经验 真的是冒险 真的就是胆子大 真的也就是说 当时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紧张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 我就在这里 从明天开始 我会讲 跟大家讲一讲 我第一次访问菲律宾的所见所闻 OK 谢谢大家 请大家看下面的视频 OK 谢谢 现在我站在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is is monitor on the airplane it has already have USB now I arrived in Seoul, Korea I'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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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 the bus ticket cost 5000 I'm in Korea it's about a little more than 500 Japanese yen I'm i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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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Korean Es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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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